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 其实时间有点紧 早上上了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然后再来录今天的自媒体 其实是焦点对话那个节目完了以后 我才看到说川总今天又发了一条推出来 就是川普总统 在推特上又更新一条消息 他说 这么多年朝鲜一直在耍美国 中国没有帮什么忙 而在此之前的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也说 这个没有打算重返六方会谈 所以川普他的个人风格一直就是那样嘛 就是他经常直不能松的就 抛出几句很雷人的话 但是呢一般言简意该这个意思都很明确 那就是说谈判是浪费时间没有 再去和北韩和北京谈判的意思 那这个声明就等于是给军事行动的这个闹钟按下了一个倒计时的按钮 蒂勒森在韩国也是进一步亮明态度说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一个选项 同时呢 我又看到有新闻说美韩联合军演在朝鲜的东北部外海进行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这都是非常接近于实战的行动了 只要再往前一步 就是真正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了 咱们上次 谈过 大概是二月份的时候就说过 美韩对朝作战有个代号5027的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是一个陈年老皇帝了 但是 他所反映出来的基本概念还是适用的 就是一旦对朝鲜用兵就会兵分两路 一路是由南向北嘛 就是从三八线向北 只取平壤 另外一路呢是在朝鲜的东北部挑选一个地方登陆 然后游西向东 从而南北构成一个前行攻势 最后拿下平壤 那么从战略上来讲呢 游西向东这一路更加重要 因为他要负责监视北方中国的行动 就避免再出现1950年中共军队入朝作战 而联军措手不及 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几天之前呢还看到有消息说那个 很先进的灰鹰无人机已经到了 美军在韩国的基地了 这个灰鹰是非常著名的那个掠食者无人机的升级版 是它的改进型 当然无人机这种东西 就是用来搞定点清除的嘛 还有消息说呢这个特种部队也参加了这次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所以 尽管很多细节咱们不知道啊 那个也属于军事机密 但是各方面 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消息 那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景呢大概是 一旦对朝鲜开打 那就是传统的陆地战争加空袭这种模式 再加上特种部队渗透斩首 和定点清除 各种方式相协调 然后一股脑的都给三胖招呼上 那么说到这是不是有的朋友会觉得 热血沸腾了 马上就有好戏看了呢 打住 我觉得 暂时还不是 至少不会明天就发生 因为现在所有这一切 其实主要是做给北京看的 国务卿蒂勒森这次东亚执行北京是最后一战 也是最重要的一战 所以越接近这最后一步呢 他释放的压力也就更大 你像蒂勒森刚刚开始亚洲行的时候还说的比较含蓄 是吧 说对朝鲜不能采取以前的办法了 一定要有新的办法 但是你说什么新的办法呢 他不给你解释清楚 等他到了韩国的时候 就比较挑明了 说军事行动在考虑之中 他还去了三八线 然后军事演习的这个压力也加大了 同时呢这个时候呢 美国政府 这边也放出消息说谈判不再是一个选项 你朝鲜要不然把核计划停了 要不然你就挨炸弹 那么等星期天蒂勒森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习近平的压力那个时候也应该比较大了 他也面对着为数不多的选项 要么中国你配合制裁 把朝鲜的核计划给了停住 你要真的不想走到 军事行动那一步 你就对三胖动点争格的 好你说你不想对三胖来争格的 那美国就来争格的 就对 朝鲜单独行动 就是联合韩国日本对朝鲜 展开单方面的军事行动 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就会面临着一个更艰难的抉择 就是你到底还要不要保朝鲜呢 要是川普真的对三胖动手了 你要不要再去搞抗美援朝呢 当然去援助朝鲜呢 从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来讲 那当然是完全没有利益 是霍国殃民之举 而且放在世界上也会失尽人心吧 你还要二度保护 像金三胖这种残忍的政权 也包括失去中国人自己的人心 可是不援助朝鲜呢 习近平也会失人心 只会失一些 很少部分的人心 就是他会受到党内那些党性顽固分子的压力 就是你为什么不救朝鲜 所以我能期待的一个最好的结果 当然是 放弃三胖 拿出行动来制止朝鲜的合计划 其结果 是三胖与北京决裂 而习近平也受到党内的党性顽固分子的压力 说他对美国妥协了 而这种结果呢 对习近平本人 却是一个历史机遇 通过这种事情 能够让他看清楚 党国不可两全 党性的智库和民族国家的利益不能两全 今后你是要继续暴残首缺 守住共产党呢 还是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党性的智库当中 解脱出来 所以三胖实际上是出了一道很好的题 也给了习近平这样一次历史的机会 去选择 在今天这个北京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 例会上啊 又有记者问到了说 有朝鲜的运煤船只 开进了中国的港口 那么看来这个禁煤令就是禁止从朝鲜 进口煤炭一年 这个情况的执行 看来还是有疑问的 而且外交部的发言人又在谈什么谈判那双暂停的事 所谓双暂停就是王毅 外交部长王毅提出来的 朝鲜的核实验和美韩的军事演习两个都暂时停下来 这两天也一直有人在问 我看见也有人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就说这个王毅提的双暂停看起来很合理啊 是吧 朝鲜暂停核实验 你美韩也 把部队撤回去 不在人家门口搞军演 大家都冷静下来 坐下来谈 听起来很合理 为什么美国要一口拒绝呢 第一 那是因为朝鲜停止核计划和他的导弹项目 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朝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你有义务遵守 而且联合国决议说的是啥呀 说的是你停止核项目 人家说的不是暂停 好现在你说暂停 你暂停美国还接受了 就等于美国自己把这个联合国决议打了折扣了 属于未战先败 而且 对于朝鲜来说 你是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外 附加了别的条件 你才停止你的核项目 你才愿意去执行你本来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 附加了别的条件呢 你还不是全部执行 你只是暂停 所以你只是部分执行决议和象征性的执行 那如果你是美国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买卖你是做的赔了还是赚了呢 另外所谓双暂停 那美韩军演的停了就真的停了 军队就撤走了 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 可是你三胖说核计划暂停了 谁看得着啊 谁来监督你啊 你说停就停了 那你有没有落实这个行动 谁来保障呢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美韩无法接受他那个双暂停的原因 好那咱们说这个战争是不是下个星期一就会爆发呢 不会 因为所有的压力 现在所制造出来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敦促习近平对三胖动争俄的去掐断朝鲜的经济动脉 在对朝鲜在中国对朝鲜的贸易和援助里面粮食这一块的他是一个大头但是粮食设计基本民生应该不会动 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施加压力的杠杆 你像燃料 资金 机电类产品零部件和其他工业品等等 所以习近平你是要保朝鲜的还是要 维持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呢 现在美国就要看你做出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 这个对于所有别的人来说啊其实都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抉择 可是 对于共产党高层里面的少数人来讲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那么什么时候采取军事手段呢 什么时候 这个川普会下定决心下打这个电话下这个命令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呢 那就要看这个美国政府评估的结果 就是中共在各种压力之下 他是不是有意愿去制止朝鲜 以及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外交上但凡有一线生机都不做绝望之论嘛 所以呢对于美国政府要达到这个评估结果 他还是要有一点点时间 要看看中共是不是有了 积极性在这个压力之下 要采取更进一步积极行动 以及他采取行动 跟这个三胖之间的互动效果是怎么样 是不是三胖也有意思要妥协了 这个呢是稍微需要有一点时间 那么到了今天最后的最关键的问题 既然川普把这个军事行动的闹钟 这个倒计时按钮按下去了 你这个倒计时不能倒计时个没完没了 对不对 他时间的尽头在哪了 有没有这个尽头呢 有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今年的四月份 为什么呢 因为四月份川普要和习近平会面 在此之前 习近平就要做出一个关键决断 那么你算到现在多则一个月 少则 还不到一个月几个星期 假如蒂勒森星期六和星期天在北京还没办法敲定川习会的具体时间怎么办呢 也有一个时间指标可以参考 那就是美韩军演的结束日 美韩军演会持续到四月份 最迟是到四月下旬 那么军事集结临战状态也会保持到那个时候 只要在那个时候之前 一谈不拢就立马动手 参演部队就是参战部队 所以现在习近平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做出真正渔国渔民有利的选择 那最后呢 是祝大家周末愉快 因为这段时间我确实也比较累 周末两天 我也想歇一下 如果星期六星期天不发生打仗 或者有政治局委员被抓这种消息 那咱们就下个星期一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